有人说 梨水是诗画江南的最后一片秘境 是美丽浙江的最后一片处女地 她偏暗在岁月深处 秀山梨水 宛若沉睡的仙境 引得五湖四海的八笔松画派到死 诗画田园 从前往 从唐宋明清走来 欧江似乎未经凡事侵染 寻着内心召唤 当烟雨洒进和阳古村落 唤醒这方秀山梨水 是多少次在梦中寻见的田园画景 寄月清风 呼吸间 是生命最自然的律动 是生命最自然的律动 远赴蓬莱仙境 海浪吹来产风 东海风光无限 去看看山川与大海 在律山岛绵长的海岸中 去探索三叶相见的地方 风车等风来 广阔的海岸公路上 在梁芷村体验中国版的帘舱 在七星敦露营 与白云来一场不期而遇的约会 春去春又来 天造与人官在这里升华 淳朴的奢俗风情 像鸟儿一样俯瞰这片九曲云环 遇见一方世外桃源 任山色春绿秋黄